第73届世卫大会主席 宣布此次大会不讨论个别国家提出的 所谓邀请台湾地区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 台湾当局及个别国家 在本次世卫大会推动涉台提案的图谋 没有得逞 事实再次证明 台独没有出路 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提案不得人心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持续蔓延的背景下 聚焦国际抗议合作 是广大成员国对此次大会的共同期待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国家 违背广大成员国的愿望 执意搞涉台提案 企图干扰大会进程 破坏国际抗议合作 充分暴露了其将自身政治考量 凌驾于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之上的真实面目 广大世卫组织会员国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持维护联大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25.1号决议的权威 主持公道正义 中方表示高度赞赏 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 中国政府一贯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在大陆之外 最先邀请台湾地区卫生专家 赴湖北武汉考察 向台湾地区通报疫情信息 共计152次 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 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 也做出了妥善安排 台湾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性活动 不存在任何障碍 仅2019年以来 中国台湾地区卫生专家 共有16批24人次 参加了世卫组织技术活动 台湾地区设有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 可以及时从世卫组织获取 并发布疫情信息 获取各种疫情防控信息渠道 是畅通有效的 这也确保了无论是岛内 还是国际上发生公共卫生事件 台湾地区都可以及时有效应对 所谓国际防疫缺口 不过是民进党当局以一谋独的借口 也早被国际社会所看穿 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认清现实 不要在谋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西洋自重 不可能撼动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格局 我们也奉劝部分国家 不要误判中国捍卫核心利益 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和能力 立即改嫌疑者 停止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 请不吝点赞订阅